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最好的青春时光都给了彼此 我本想等一个幸福的未来 没想到却等来了分手的结果 如今分开了一段时间 也冷静了许多 他依然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和他在一起时 我在经济精神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我要的不多 只是他一句安慰和体谅的话 他却毫无感觉 一再索取 虽然我很舍不得 但现在自由和解脱 才是我最舒适的状态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刘先生29岁 来自内蒙古职员 有请 赵女士29岁 来自辽宁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老位 这位是您的前女友 对不对 是 这位是您的前男友 是 这前男友前女的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你们都分手了吗不是 分手了吗 偶碎断了丝海脸 谁 谁年着谁呀 我连他 谈了多久恋爱曾经 谈了五年 为什么分手呢 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不在一起五年了嘛 然后中间我一直都没有工作 近段时间我做了一个主播的工作 他又不是特别的满意 中间我们也争吵过几次 后来他就不联系我了 你们俩谈了五年恋爱 对 您没工作 没有 那就说你养了他 对 现在他有了一份工作了 是做主播 对 要独立工作挣钱了 对 你不愿意了 我对他的主播事业 有点小反对 颜值还有外表 感觉到我很不舒服 我有点吃醋 他播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 尤其个什么哥哥 又是什么这样的 做什么直播呀 娱乐直播 对 唱歌还是跳舞 唱歌还是跳舞都有 他就心里不舒服 什么时候开始做主播的 就最近几个月 所以就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还有其他的因素 在五年以来 一直相处 也挺算融洽 但是通过这个生活感情 通过这个对家庭 对这个 这个洗衣做饭了 就是说如我对这个 就是我也走不回家 就是总在外边 吃点饭喝点酒 导致的一些 就很多因素 他也总说我 你喝酒没有问题 但是他是酗酒 就是我们有一回 去沈阳那边 去参加他战友的 一个婚礼 我们是提前两天到的 然后他战友 安排我们吃饭 一桌子嘛 都是战友嘛 战友情 这个东西我能理解 但是他那天喝了 一桌的人 喝了四五瓶白酒 然后喝啤酒 就已经无数了 我说这样吧 我说咱们别喝了 因为明天咱们还有正事 参加完婚礼 然后咱们再喝 然后他说 你回家吧 给我打个车 就碾我 就让我走 你先回家吧 我跟我哥们 这好多人 好长时间都没见了 然后我们在那啥 我们在上歌厅 在唱我歌啥的 然后就一个劲地推我 让我上车 然后我就觉得 心里特别不舒服 当时我俩就是 在饭店的时候 也没给他留面子 然后我们俩就 动手了 主要是 因为 因为 所有的战友 都没带着对象 我就你一个女生 有些时候 因为男生喝完酒之后吧 有些个玩笑吧 你说我要是 跟战友鸡了吧 还不好 你要说跟你 要是玩笑深了吧 我还有挺介意 所以说 我就让你回去 我在旁边 我可以照顾你啊 你喝成那样的 我肯定不放心呢 你就让我自己回去啊 再说我也不害你是啊 不是 你刚才说的动手 是他跟你动手 还是你们俩 互相伺服起来 当时这样的 就因为他喝多了嘛 一个劲儿让我 让我走嘛 我就挺来气的 然后我就把他 把他们那个桌子给掀了 然后他感觉 特别没面子 然后他就给我动手了 就不要了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